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周杰伦身边的珍妮郎到底是谁 一直都是美光灯的焦点 而2010年底传出和周董 暧昧的混血小模昆林 也就因此一下子成为媒体的宠儿 到哪里都有人追问他和周董的绯闻 其实昆林大学休学只有20岁 昆林现在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他在广告还有戏剧上的表现 周杰伦在上海演唱会大秀八块肌肉 让歌迷一包艳服 身为粉纹女友的昆林 虽然没有现身支持 但是对于男友的一举一动也很关心 被问到对于周董肌肉满不满意 他害羞电头帮他打了100分的高分 我一米五千一百 周杰伦和昆林的恋情 在周刊报道后曝光 2010年底 结束清风狭手应会的周杰伦 对于这位大爷混血小摩十分照顾 随后2011年被民众目击 两人在巴黎出游 但周杰伦始终否认 甚至对媒体呛响 有拍到再说 也因为两人的绯闻 昆林的知名度瞬间爆红 广告和代言接不停 虽然周杰伦至今都未承认恋情 但昆林年仅20岁 被问到两人恋情始终招架不住 当媒体问到之前母亲节时 是否有送礼物给周董的妈妈也会美 他羞涩的说 有亲手做饼干送给周妈妈 如果这样做饼干 差不多觉得好 不过在一旁的经纪人却皱着眉头 希望别再追问下去 毕竟年纪轻轻的昆林 美光灯的焦点都是在绯闻身上 而前阵子赴美游学 被媒体捕捉到爆肥的照片 不过出席饼干代言活动时 却似乎比较瘦了一点 因为他实在受不了胖的样子 所以誓言努力减肥 把最爱的甜点给戒掉 大学休学后 他今日也在电视剧出演 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他戏剧表现 也希望未来演艺表现 比绯闻能有更多版面 UDN TV吴熊的陈宇强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剧